艾尔敏被巨人吞入口中 净意外来到了坐标之地 就在他思考该如何脱困时 转身看到了一旁的兽具吉克 他似乎替代了尤米尔的工作 正在坐标之地不断地捏造巨人 片刻的对峙之后 艾尔敏上前和吉克打了个招 吉克颓丧开口 你好啊艾伦的朋友 你也被尤米尔吃掉了吗 在这片定格的空间里 艾尔敏和吉克有着无限的时间 吉克和艾尔敏聊了很多 他认为生命之所以能不断延续 就是因为其具备了繁殖的本能 而死亡与繁殖的本能相对 所以人类才会无比地恐惧死亡 尤米尔也正是因为不肯接受死亡 才进化出更加强大的不死之身 创造了一个没有时间的禁止世界 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坐标之地 但吉克并不明白 为什么尤米尔明明具备强大的力量 却要继续当福利磁王的奴隶 唯一的解释 就是他心中还存在着某种眷恋和不舍 那是艾伦可以理解 但我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 所以尤米尔才会抛弃吉克 和艾伦站在了一起 艾尔明问吉克 他们还有没有办法回到现实世界 吉克颓丧地开口否定 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出去了 就算出去又能如何呢 阻止世界毁灭 让人类种族可以不断延续 对你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人们不断地争执爆发战斗 最后全部化为了一捧荒毒 现在毁灭和以后死去都毫无意义 你所做的也不过是徒劳之举 艾尔明回答 无论怎样他都不会选择放弃 他的同伴正在不断战斗 自己绝不能冷眼旁观 吉克却问 为什么一定要战斗 人不是迟早都会死吗 与其活在这城市中被人操纵 为了繁殖艰难求生 还不如干脆死去来的痛快 或许死亡才是真正的自由 听着吉克消极地诉说 艾尔明一时无言以对 他看到沙土中藏着一片树叶 一段曾经的记忆突然闪过脑海 小时候的一个傍晚 艾伦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赛逃 说谁先碰到山顶的大树 谁就是胜利者 艾伦说完就第一个跑了出去 三里故意跟在艾伦身后 而我则毫不意外地被圆圆甩开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 微风温暖掠过 枯叶漫天飞舞 那时我突然想 我是不是就为了和他们一起赛跑 所以才会降生于失能 生命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繁殖 还有很多的幸福时刻 有时是在下雨的天气躲在屋里看书 有时是松鼠吃掉了我手中的肩膀 再会是和朋友们一起在集市里闲逛 就算只是些普通且频繁的回应 我也觉得非常重要 艾尔明手中的树叶 在极客眼中居然变成了一颗棒球 极客也想起来 在他少年的时候 也曾和库沙瓦一起玩投球游戏 只是毫无意义地相互传球 却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幸福回应 极客解开了缠绕内心的锁面 他的身后也出现了无数声音 他们都是死去的富有 即使肉身已经腐败 精神与意志也仍未消亡